哈囉大家好我是沛白AK不重要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桌遊史 重返黑暗之塔的擴展盒 英雄之盟 這是盒裝正面的樣式 這是盒裝背面的樣式 這是盒裝的側面 其他四個面都是一樣 不是長這個樣子 盒裝的長度為34公分 寬度約為23.3公分 深度約為6.3公分 盒裝的重量為958克 開了之後我們可以看到 紙箱的類型是完全沒有做設計的 然後紙箱的硬度的話我覺得是還可以的 打開之後印入眼簾的就是我們的說明書 以及板件 說明書的部分我稍微分一下給大家看 板件的部分有三片喔 是第一片 這是第二片 這是第三片 再來分享英雄之盟新的兩個角色 建築大師 鬼魅贏者 好的 那這是盒內的布局 還有送一個Token的布袋喔 卡牌的部分還有12張戰友卡牌 還有20張寶藏卡牌 還有20張寶藏卡牌 這是戰友卡牌的先知 蠻族 吊草師 行者 天馬 巫師 狂熱者 御者 維吉爾 巨甲 獲獲者 驼獸 再來分享20張寶藏卡牌 雲雄之盟又多了4種顏色的骷髏標記喔 他們稱之為魔力骷髏標記 每一種顏色呢 它是8顆 那麼廠商它會多做 我們會有儀式的狀況 它又多了3顆 讓我們做備用 這是 綠色的 是紫色的 紫色的看起來好像外星人 這是紅色的 巫咕咯 然後一樣喔 它又多了新的兩個角色 那相對你的顏色呢 就只能 按照那個角色的色板呢 作為這個依據 那這個擴充呢 又多了 行匯旗幟的這個模型喔 然後它就插在 基礎盒這個建築模型上面的這個底座 最後我們分享兩個新的英雄的模型吧 這是建築大師 建築大師它的圖片跟這個模型長得不太一樣喔 它只拿了一個大錘子 不過呢 這邊的細節是做得不錯喔 喔 它是女角喔 因為它有胸部 喔 這個模型就做得還好 再來是鬼魅影者 鬼魅影者它的模型好像也做得蠻普通的 看來是這支它這邊沒有上到7 所以感覺有點怪怪 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你別的影片是按讚訂閱 外加狂點那個小鈴鐺啦 你們的支持是我們製作影片最大的動力 也希望你們把影片分享給更多的人 那麼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